Canva在最近推出了一些应用程式 不只是增加了功能 是真的让你整个创造过程更上一层楼 这期影片我会带你快速学习 5个非常实用的新工具 让你设计、创作、工作效率通通升级 我是 Grayson 这频道主要放关于 YouTube频道运营、流量变现、一组网络training 我每周分享3部影片 需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那首先第一个应用程式 它叫Image Splitter 你可以来到左边选择应用程式 这边搜索Image Splitter 然后选择应用程式 这个应用程式是能够帮助你快速做出最新IG的这种九宫格的贴文的 那这边有两个操作 你可以选择一个你已经制作好的设计 或者是你选择上传一个你之前已经制作好的设计图片 那这边我已经加入一个设计了 我想把它变成一个九宫格 我选这个Export Design 这边你可以选择打野类型 那JPG是最适合分享的 PNG是最适合复杂的影像还有插图的 那这边我选PNG 这边如果你是Cupo的用户的话 你是能够去调整本身设计的尺寸的 如果说你还不是Cupo的用户 你可以透过影片上方链接 去获得Cupo30天的每位需要 这边还要其他的设置 比如说这档案大小限制在多少KB以内 是否要压缩档案 然后是否要导出成透明背景 那这边就选导出 那这边你可以看到很快的 这个应用程式呢 就帮助我去把这个图片分成了九宫格的形状了 那底下呢你是能够去调整 它的行数还要列数的 你可以选择增加 就可以看到我就增加了这个行数了 也可以呢增加列数 就能够去分成更多的小的图片吧 那这边呢因为要做九宫格 所以呢还是变成三组 然后呢就可以选这个Split Image 那就可以看到非常快的呢 它就帮助我去分成了九张图了 这九张图呢我是能去分别上传到IG上面的 就能够打造出一个这个九宫格的形状了 然后呢你可以选这个Add Images to New Pages 就能够去把所有的图片呢 就加入到页面里面 或者是呢你可以单独的加入某个设计 比如说选这个Add to Design 那现在呢它就加入了我本身页面上面了 那如果说我想去新增个页面的话 我选这个新增页面 然后呢在这边再选择Add to Design 现在呢就加入了这个设计了 接下来一个应用程式呢 它叫Pixel Enhancer 那这个应用程式呢能够去一键提升你图像的品质 还是要在应用程式里面搜索这个名字 然后呢找到这个应用程式 那刚才我做出的这个九根格的贴文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像素呢是有降低的 那我可以用现在这个应用程式呢去提升它的品质 我选了它选这个Enhanced Selected Image 那你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它就帮助我去提升了这样图片的品质了 我可以加入到我画面里面 这个呢是提升之后的 然后这个呢是提升之前的 你可以看到差别是非常大的 下一个应用程式呢它叫Calendar Maker 那如果说呢你想去制制日程表 那么就可以利用这个应用程式 搜索Calendar Maker 然后呢找到这个应用程式 那它呢是能够按照月去进行制作日程表的 或者说呢按照每个星期去制作日程表也是可以的 那先来看一下按照每月的日程表进行设计 那首先你可以选择你要去做哪个月的日程表 还有呢就是哪一年的日程表 然后你可以勾选是否要设定成每个星期的一开始是星天 然后呢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字型 这边你可以选择Cama里面的不同字型 然后呢字型的风格也可以选择的 粗体斜体然后加下横线都是可以选择 Alignment就是对齐 这边呢是居中对齐 也可以选择靠右对齐 或者呢靠左对齐 那这边呢我就保持居中对齐 然后size呢就是可以调整文字的大小 然后呢你可以调整整体这个日程表它的颜色 这边默认是白色的 这边Shorten Labels应该就是 它有一个简短的标记 然后数字呢你也是能够去调整它的字型 然后字型的风格 它对齐形式 它的字体大小它的颜色的 以及日程表这背景的颜色呢都是能去调整的 那这边呢我可以选择Add to Design 那你就可以看到呢我就快速的做出了一个日程表了 那我可以把它拉大 或者说呢我可以调节这里面的大小都是可以的 以及呢我可以去调整这个字体里面的颜色 比如说可以把它去变成一个黄色 那你就可以看到呢这个就变黄色了 或者说呢我单独调节它的背景颜色 比如说变成一个这样的紫色 那你可以看到它就变成一个这样的紫色了 或者说我调整它的字型风格 加入一个下痕线 那这边就可以看到呢 这边就加入一个下痕线了 然后你想去做每个星期的日程表也是可以的 这边呢就有每周七天 你甚至还可以取消勾选这里面的天数 你也可以选择是否要每周的一开始是星天 然后你可以选择要多少列数 这边呢还是一样能够去调整整个字型风格 对齐形式大小等等 然后背景呢也是能够去调整的 这边呢我可以选择Add to Design 那这边呢你就可以看到 我就创建一个每周的日程表 那如果说我增加列数的话 比如说三列 然后呢这个字体大小调小一些 比如说十 这边呢再选择Add to Design 那现在你就可以看到呢 这个是全新的这个每周的日程表了 大家呢可以使用这个制定的日程表呢 去做好你的任务规划 我认为呢是非常方便的 下个应用程式呢它叫QRJ 这个呢就是这个应用程式 那这个应用程式呢 是可以让你设计出符合你品牌元素 有创意的二维码的 不会像是平常见到的黑白二维码 那这边呢你可以首先输入 这个二维码需要去引导到哪个网站里面 那这边呢我希望这个二维码 能够去导入到我的YouTube频道里面 然后底下呢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模板 有不同的颜色 然后这上面的形状也是会有些不一样的 那比如说我选择这个红色 然后呢你可以调整一下这个周边白边的大小 越往右呢这个白边呢就越大 我大概试着在100 然后呢背景你可以调整一下 这个呢是实色的背景 然后这个呢就是从中间扩散 你可以调整它的颜色 比如说这是红 你就可以看到它就有一个这样的效果了 那一般来说呢我们就选择这实色的背景是比较好的 底下呢还可以选择纹理 这边呢你可以选择不同的纹理 还有它的边角呢也是能去调整的 可以变成圆形的边角 你可以看到就变成圆形的了 或者是这个圆角的圆形 还有这上面的方框呢也是能去调整它的圆角的 比如说完全圆形的 或者是呢稍微有点圆角的 又或者是完全方的 然后底下这些颜色呢都是能去调整 这边呢还能让你去交logo 这边呢我就交入一个YouTube logo了 然后你可以选择是否要扩大这个logo周边白色的区域 你可以调整一下 然后你可以选择这个二维码 它是什么样的格式的 有PNG的格式的 PNG的格式呢就是能够让你去无限的扩大的 不会实践 SVG呢就适合你做网页设计的时候用的 那JPEG呢就适合你去分享的 WEBP呢就适合你放到你的网页上面的 那这边呢我就设定成是PNG格式的 然后呢选择Add to Design 那这边我就做出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二维码了 那下一个应用程式呢它是样张 样张呢它不是一个新的应用程式 但是呢它推出一个全新的功能非常好用 那你可以来到应用程式 然后在热门类别里面找到样张这个应用程式 那这个呢就是全新的功能了 它能够让你去建立起样张的范本 这个呢是Carport的功能 那你可以选取一张照片 然后呢把它变成一个样张 那什么是样张呢 就是你能够去把你设计你的照片 去放入到一个真实的环境里面 让这个展示的效果呢是更好的 那这边呢我就准备了一张照片 然后我选了这个建立样张范本 那这边呢它就帮助我去生成了四种范本了 那这个第一种范本呢就是我想要的感觉 我可以把我内容去敲录到这个笔记本电脑屏幕里面 我选择它 然后呢再选择确认 那这个位置呢我就能够去加入我自己的内容了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呢 我就加入了我频道的图片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呢 这边有时候CAMMA呢会处理的不干净 所以呢还是要考虑到你使用的图片 以及CAMMA生成的效果 但是这个功能呢还是能够非常好地帮助你去把一张 你看到喜欢的图片转成你想要制作的范本的 然后呢去快速地加入你自己本身的内容 那当你选择编辑之后呢 你是能够去调整这里面图片的位置的 你可以挪动它的位置 选择填满最适合的大小 或者是选择它的字位柴切 也可以调节对齐的形式 也可以翻转这个图片 如果说你不想要这张图片 你可以选择分离图片 在调整完位置之后呢 就可以选择这个套用变更了 那这个位置呢就变更了 如果你还没有看完账户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免费注册 并且解锁CAMAPO的30天免费需要 我想了解更多个人看法交钱 你可以连这部放列表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的网组 喜欢这部影片 订阅 一定要记得利用我们频道 追踪我IG 能够有很多互动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